我們沒有無窮輪播 那做出來就類似像這樣 第一張、第二張、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到這裡好像我放了幾張 六張 那就是播到最後 這邊 六張 所以播到第六張的話它就停住了 就沒有了 OK 也就是說呢就像Greview一樣 Greview幾張就幾張 那你不是說你下面還有 Greview六張就六張 那Greview也是一樣 到這裡 那只是說如果你今天希望讓它怎麼樣呢 讓它一直往這個方向播它會一直出現的話 那你必須要修改 那程式部分必須要修改兩個地方 它才會變成無窮輪播版 不過這邊你都會可以動動腦筋想想看 其實也非常簡單 那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跟前一題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這個地方一樣 一個Gallery 然後它名稱我叫GL01 Image01 然後給它六張圖 接下來的話呢 再連結 那連結之前 我必須 事件建立之前 必須要給它一個Adapter 那這個Adapter也是一樣 我用建一個 就是MyAdapter 那方法一樣 要傳一個什麼 傳一個我們的Activity給它 那傳進來之後 它接收到之後呢 在這個地方 我們鍵View的時候 必須用到這個Adapter 那底下部分一樣 所以我大概略講一下 其他都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一樣 這個總張數也是六張 然後Return 這個地方又預設 Default 就可以了 那鍵View的部分也是一樣 鍵ImageView 那這邊的話 Position 接加進來的話 應該原來是 再改一下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給 然後給它一個 也是Fit Center 大小的話我這邊是120 80 那你這邊可以 針對你那個 高度去做 因為我是高度 高度是給100 好像 100 然後12080 放上去剛剛好 那至於尺寸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 就是在改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程式 改成無窮輪波的話 那這邊有幾個地方需要更改 比如說第一個 我要能夠把什麼呢 總張數 因為它總張數 由哪一個地方去控制呢 其實總張數是透過什麼 我剛剛講過嘛 Gate Account 因為要Return一個什麼 總張數給我 給那個Adapter 要告訴他說 總張數非常的大 大到無止境的大 因為我要一直撥嘛 一直撥一直撥 不能有鏡頭 對不對 所以這個數字的話 你要怎麼決定 最大的那個 最大的一個 給它一個很大很大的數字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當我點選 再來就是 裡面的小說圖 裡面的小說圖呢 我要能夠 當它撥過來之後 這邊小說圖還要再create 再create 而且create 那一張的話 必須是 哪一張呢 是 前面的那一張的 重複的嘛 對不對 所以 你這個地方呢 假如 即便你給它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產生 那它會一直產生嘛 我們如果說給它很大的數字 它就不是只有產生六次 它會一直產生 一直產生 也就是說動態 當你改變的時候 它這地方 那我要怎麼給它 這邊的重複的值 再來就是說 因為我重複了 所以往那邊播的時候 我的事件有沒有 這邊有個 建一個事件 特別是這個事件的話 剛剛是set on 什麼的 item click 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呢 它叫slade 這個又有點妙了 這個 為什麼又叫slade呢 它上面也沒有button 所以這有時候呢 使用習慣部分的話 恐怕各位就是要 這個就是它的規則 沒有道理的 那 因為你說 它Click 它也是Click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 剛剛是什麼 on item Click 你看這邊又改成slade 為什麼呢 看看 可能你要去看一下 那個gary的說法 它應該也許它會有個說法 但是也許你看半天 它還是沒有個說法 所以怎麼辦呢 就 了解它就好了 OK 如果你們有更好的答案 你可以再告訴我 為什麼 有些 當然我的理解是 也許它有些地方 像spinner 就是有圈圈 所以用slade 如果它List 沒有圈圈 所以它會是 Click 的事件 這個地方的話 為什麼會是slade 我想如果你們有 其他人的說法 不要可以是 OK的話 你也可以再分享 再來就是說 後面Click之後的話 那要取得哪一張 所以如果無窮輪波的話 這個position有沒有 它就會一直跑過去 就不會是6 不會是0 1 2 3 4 5 它會是6 一直往後有沒有 可能是很大很大的一個數字 那 但是問題我們圖只有幾張呢 只有6張嘛 你不能超過 所以這邊 要怎麼做 可以再做成無窮輪波 所以理論上應該會有 三個地方要修改 就可以完成無窮輪波了 三個地方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也試試看 第一個版本先做什麼 就是一般性的版本 但是一般性的版本 只會跑到 最後一張 就停下來了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